大家好我是益胜 欢迎收看每周二晚上十点整的益胜说给你听说出股市大小事 我们投资益胜这个频道很快的迈入了一周年 那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现阶段呢我们也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跟礼物要来回馈大家 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的帮我们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给我们更多的支持那我们能够呢跟大家一起来庆祝未来更多的周年庆 当然也别忘了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 各位对于频道的一些看法啦或是呢你们的建议 其实很多各位观众朋友的留言啊都是我们持续努力的一个动力 那让我们一起呢往更好的方向来前进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说给你听 一样我们会先带各位来浏览一下这个礼拜的几个重点关注的事件 在上周呢我们有提醒大家要留意几个即将要发表谈话的贝德官员 包括贝德主席鲍尔跟我们所熟知的英王布拉德 那面对目前高通宏的情况下联准会主席鲍尔已经明确的表示 会毫不犹豫的持续升息直到通宏下降 而之前多次建议联准会一次升息三码的布拉德则是表示 现阶段一次升两码就可以了 因为呢存款有限的美国家庭最终会选择购买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 所以势必会压抑物价进而导致通膨趋缓 而布拉德能希望今年啊就是2022年底能够升息到3.5个百分点 那他的立场比多数的贝德官员更加的积极 而他认为今年如果升息到位控制住这个通膨 也许有望让联准会在2023年甚至2024年反手降息 那这个礼拜五联准会要来公布5月份的会议纪要 那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 这些官员对经济啊通膨前景以及后续货币政策紧缩步调的看法 那另外呢这个礼拜也有多项的经济数据要来相继的公布 包括各国5月份的PMI指数和美国4月的PCE物价指数 那市场预期呢在整个疫情持续跟战争风火 还没有看到镜头的情况下 经济学家们的预估啊所有的指数都将下降 虽然呢应该还不至于跌破象征景气龙枯线的50 这个分界点但可能呢也会距离不远 那陆续公布的主要国家PMI指数 可能会成为全球经济景气正在同步走缓的一个例证 而美国4月的PCE物价指数 扣除了它食物跟人员的一个核心PCE指数 是联准会偏好的一个通膨衡量的指标 那市场预期它的年增率可能会从原本的5.2个百分点 降到4.9个百分点 持续有拉回的一个迹象 那也稍稍缓解联准会对于通膨的一个燃眉之急 让通膨渴望已经呢这个触底 那但美国的汽油价格持续上涨 而且通膨率仍然远远超过于联准会设定的目标 因此市场也预期短期内联准会仍然会继续积极的升息 所以这些市场的消息呢就是一环扣着一环 那因此大家在这段时间操作股票的时候 还是要留意这一些外在系统性的一个风险 好拉回来呢我们来看看台股的部分 我们带大家呢来扫一下几个呢 电子股的Argman近期的动态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强强联手释出的一个好消息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强强联手释出的好消息 这个2454的联巴科新品齐发 包括首款搭载5G毫米波的手机晶片 和Wi-Fi 7以及车联网等等相关的晶片 联巴科发表他旗下首款支持5G毫米波的行动平台 天玑1050 这个行动平台是采用台积电的6nm制程 搭载8核心的CPU兼顾性能跟能效的一个表现 那为5G的智慧型手机提供先进的网路连接的技术 出色的显示和游戏的性能 以及更长的电池续航力 而且呢这个天玑1050充分的利用5G各个频段的优势 来提供完整端到端的一个高品质5G网路连接 而且他能够满足不同国家以及地区多样的5G应用需求 预计搭载这一款晶片的终端专制 也会在今年大概第三季在市场亮相 另外联巴科自家最新的WiFi7 无线联网平台解决方案 这个Bylogic 880和Bylogic 380也正式到位 那可用于电信商零售商商用跟消费电子市场高频宽的应用 而这两款晶片也都是采用台积电6nm制程产出 它是全球业界最早推出WiFi7完整解决方案 而且可以协助到设备制造商打造具备先进的无线联网技术的产品 而在整个车联网晶片的部分也传出了好消息 具备5G传输功能的车联网晶片已经拿下车厂的订单 那联巴科表示会在年底前先攻亚太市场 明年将会跨入欧洲市场 然而联巴科迎来的也不是只有利多的好消息 因为受到大陆疫情封城严重冲击消费市场的影响 根据报道累计至今年为止 大陆手机品牌商已经砍了手机订单高达2.7亿只 其中的联巴科就已经对了第四季5G的一个晶片 砍单达到35个百分点 而且后续旧款仍有可能会降价销售 先前其实就有外资认为说 在整体智慧型手机市场一片低迷的状况下 下半年联巴科跟高通在5G晶片有可能会出现价格战 但是联巴科在上次的法说会中表示 他不会针对5G晶片产品进行销价竞争 但是现阶段以大陆市场为最大占比的联巴科 仍旧会面对严峻的挑战 究竟联巴科要如何来拉高非大陆市场的占比 以及5G产品的毛利率 就是今年喊出营运持续成长目标的联巴科最重要的一个关卡 而这两项也会关系到他能否弥补他在大陆市场的衰退 所以喜欢联巴科的好朋友们 就可以针对以上这几点的重点来关注他后续的一个表现 另外一个要带大家来看的一个电子股的ARK 就是2317的鸿海 过去被戏称为台股不动产的鸿海 近期获得法人的买盘 那也就是上个礼拜外资投信难得同步买超金额的第一名 就是鸿海 那他最新的消息就是在电动车的布局将卖出一大步 要扩大在电动车领主件的一个出货 以冲压件跟塑料件率先来冲锋 再来是功率半导体电控软体和电池 董事长刘洋伟先生近期也向投资法的预告 集团将在下半年量产合作伙伴 这个Longestar的电动皮卡 并且将提供部份的电子模组 未来双方也将共同开发新车推向全球 他特别强调 鸿海与这个Longestar的一个合作 会先以电子元件 并且提供给其他的大型车厂 成为鸿海最优先供应的项目 当中包括这个冲压件 塑料件都会提供 而且会是重中之重 刘洋伟先生也定调 鸿海的电动车策略是整车组装 模组与关键领组件三件齐发 其中整车组装的毛利率较低 至高是模组 毛利率最高的就是这个领组件的部分 而整车就用这个MIH的平台 并采用领组件与软体 这样才能够推升毛利率 算位数的一个成长 因此鸿海也积极的在布局 半导体等关键的领组件 那鸿海集团的旗下成员 包含2354的红准 5243的以胜KY 2328的广宇 都将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其中这个2354的红准 它开发的车用铝合金压注的技术 已经可以达到跟特斯拉同等级 那先前呢 已经有顺利的在大陆沈阳生产 并获得欧系车厂的采用 那它的技术呢 将会有助于鸿海集团 发展电动车的事业 那市场预料 未来红准也将独吃电动车相关的铝合金压注的大单 那另外呢 红海近年啊 也接连的路股 像是6555的熔炭 还有3691的硕核 以及1723的中炭 也有呢 来做结盟 强化它在电磁领域的布局 并加快半导体领域的布局的一个角度 那像它呢 跟这个2327的国具 合资的国创半导体 在上个礼拜 刚宣布取得MOSBET厂 这个8261布顶的股权 而且呢 会是最大单一股东 那这个动作被市场看好 可以帮助这个布顶跨入过去啊 它难以进入的一个车用市场 拥有航大的出海口 同时也完成 红海在强化半导体的最后一块拼图 那补其供应链生产独缺的上游IC设计 那红海这样建立一条龙模式的企图心啊 那也就不言而喻啊 让人期待它后续的一个营运的表现 那喜欢红海的观众朋友啊 就可以呢来好好的留意它后续的表现 好 那在昨天之前 整个盘面啊 相对危急的一个航运类股 在这个礼拜 要进入它的一个股东会的旺季 那包含货柜三雄跟航空双雄 大概这两个礼拜接连登场 超级航运舟的来临 也让整个航海王啊 再次重聚了冷气 消息片的利多啊 是包含运价指数短线上啊 止跌反弹 再加上美西码头功能 换约谈判暂停 而且劳资双方可能无法在期限内达成共识 让六月要进入圣诞下期拉破期的一个忘记的糖运啊 可能会因为塞港加重而受费 另外包含中国在内各国的陆续缓步解封前提下 市场也预估运价不易出现大幅下跌的机会 给大家做一个资料的参考 喜欢的观众朋友 欢迎你可以继续追踪他们的表现 但是益胜呢也是要提醒各位 虽然在这里呢 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 主要就是在市场的一些消息面的资讯 但是股票的操作 不能只单看基本面跟消息面 包括技术面跟筹码面的部分 各位也要多加留意 尤其呢我刚刚提到 这个刚转为为安的这个航运类股啊 他要转手为公 或许短线上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 所以大家呢还是呢要来留意 他们整个一个股价的表现 好那最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啊 就是睽違两年的这个 全球科技业年度的盛事 台北国际电脑展 今天开始在南港展览馆登场 那今年的展会啊 紧扣的这个数位转型 和ESG碳排晋零这两大主軸 并且呢聚焦在开创运算 智慧驱动 创新与新创 还有绿能永续 数位韧性 无线体验等六大主题 那也汇集了包括 宏基 华硕 广达 台达电等指标台厂的参与 那还有呢国际大厂 像是超微高通微软 辉达 IBM 英碑林等等将持续呢为前瞻科技产品创造国际的舞台 和全球科技厂商 攜手解锁未来的趋势 那在展会期间 他也会举行相关的论坛 规划了包括 科技不能建构产业生态念 以及呢 净零碳排打造绿能科技岛 还有创新常态实现未来场景等三大场次 邀请包括晶片和资通讯的大厂来分享 5G啊 智慧物联 高效运算等等内容的主题 大家就可以持续来关注 相关的厂商所释出的一个新的产品 或是未来的一个展望 那也可以当作你选择标的方向 那做功课的一个机会 就像上个礼拜呢 医生也跟大家分享 那在周末的时间呢 各位可以花一点时间想一下的课题 也许呢 在下一波行情来临的时候 其实这其中所获得的灵感 就可以帮助各位来把握呢 未来最新的一些机会 好 各位呢 不妨参考看看 那最后呢 我们就是提供给大家上个礼拜 外资投信同步买超金额 前20名的个股标的 好 那大家呢 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里面 除了像电信三雄 或是一些传产 包括这个说话的台说话啦 或者是呢 新隆啊 东洋之外 大概就这六档 其他呢 高达七成都是属于电子股 所以现阶段把人同步聚焦在电子股为主的族群 那特别是上游的半导体 或者是呢 伺服器相关的供应链 还有一些呢 比较传统大型的 和你家的一些品概股身上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今天的益胜说给你听呢 到这边结束 希望你会喜欢 最后记得 还是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个礼拜 再继续说给你听 请不吝点赞订阅